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眼前这个男人是万里无一的有钱 我曾在国际金融巨额排名榜上见过他,苏晋雄 除了他没有被年龄限制的帅气以外 还有他和第二名财力上的断崖式差距 而现在我被正式认定为苏家千金大小街 爸爸告诉我,其实我还有四个哥哥 母亲剩下我撒手人寰 慌乱中才导致我被报错 我刚刚进入四级景区深处的城堡 就收到了四哥送回的礼物 是一条很稀奇的珍珠项链 还有一张小卡片 自己设计的小玩意 小小心翼,妄媚喜欢 我看了一眼黑珍珠配硕大的白钻 一定价值不菲 你回来得太突然 臭小子们都在给你准备礼物 后面还有更大惊喜 而老爸则是递过来一张黑卡 无上限,喜欢什么买什么 我受宠若惊 感受在养父母家从未有过的宠爱 逐渐适应苏家的生活 父亲的宠爱让我的生活节奏回归正轨 这天我经纪人找上门 说中戏毕业后的 我拥有了人生第一步是戏机会 让我做好准备 隔天我就赶到试镜地点 这辈子我没多大的兴趣爱好 演戏成为顶流明星式目标 我说完 老爸还挺支持的 但我俩也立了个约定 他不得干涉我的工作 哟,这不是曾经的顾大小街吗 我没想到 顾宇童竟然也在这里 不过很正常 他一直是我的死对头 我俩都是中系毕业生 他一直跟我争笑话的位置 没想到一直DNA他抢走了我的一切 不过没关系 本来那个家对我也挺薄良 我现在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有父亲疼爱 哥哥们的宠溺 压根懒得多看他一眼 他穿鞋高跟鞋 鞋根踩在地上 显得他尖酸又刻薄 还没等我回话 他的狐朋狗友将我围成一圈 面对他们的三言两语 我只想快点摆脱 你这项链哪来的 顾宇童说着就抓住我脖子上 四哥送我的项链 项链的价格我不清楚 但它是四哥送我的礼物 价值无比珍贵 顾宇童把你的欠手拿下去 我一把拍掉了顾宇童的手 眼神中满是警告 你以为我买不起这个破东西 不过是陪睡老男人换的 有什么了不起 他仰起下巴 满脸鄙夷 转过身 把那天见到我 被个中年男人迎入酒店的事情传出去 此话一出顿时闹得沸沸扬扬 我看到了所有人眼底的笔 顾宇童看我吃瘪 心里十分爽快 宇童 她这条项链 是不是天才设计师C设计的莫菲利之类呀 这项链要十个亿 在狐朋狗友中不乏有见识的人 她仔细盯着那条项链 因为上面的珍珠来之不易 光泽至今没有跪涕 加之项链出自设计师C之手 价格一度炒成天价 我让爸爸给我买他都要犹豫的东西 怎么会出现在你哪里 顾宇童红着眼眶 充满了极度 我也不曾想到 四哥随手的一个见面里 竟然如此难得 在场吃瓜群众 听闻莫菲利之类 沉寂五年 又重新出现 大家都希望能一睹 传世之宝的真容 完全忘记刚刚还在说我被老头包养的事情 甚至更有几个射牛来找我借贷 拍了照片发微博炫耀 一时之间 我从人人喊打的不要脸女人 变成了大家口口相传的阔绰名媛 这只不过是个见面里罢了 大惊小怪 看着顾宇童极度的眼神 我不禁觉得无奈 她的本意 无非想让我大众之下难堪 没想到偷鸡不成反十八米 娱乐圈就这样 史迪是有一瞬间的事 沐沐 你的见面里 或许是某人一辈子都到达不了的奢望 一个女孩子在赞叹中开口 对项链恋恋不舍 你给我等着 顾宇童骂道 我轻轻一笑 轻蔑在眼底不留痕迹 没想到四哥竟是大家口中的天才设计师 更没想到四哥带我如此用心 什么小玩意 分明很珍贵吗 就在我欣喜时 新一轮的考核即将开始 听说了吗 今天的裁判苏叶也会来 知道知道 国际影帝和苏导的神称可不是白来的 听说她导演的电影又冲击国际奖了 她单身 这次我拼了 一群人叽叽喳喳从我身边路过 嘴里还念叨着苏叶 苏叶 好耳熟的名字 好像在哪里隐约听到过 与其纠结在哪里听到过 不如多钻研一下台词的语感 我又拿出随身携带的彩笔 在台词旁做标记 身边的女生又开始讨论苏叶长相 是雌雄莫变的美 她作为导演 对艺术节产生了后无来者的贡献 铃声响起 该到顾宇童了 顾宇童深吸一口气 路过我身边的时候 故意撞了我一下 挑衅地说 等着吧 我今天必定叫你好看 假千金也配跟我争 哼 忠诚的狐朋狗友们 立刻应和 宇童绝对能入选 她算个什么东西 身份地位简直没得比 老男人才靠不住 哼 我靠老男人 真不知道老爸听见他们这么说 会不会封杀了他们这群嘴贱的 要知道 我可是中系百年第一的身份毕业的 实力和对实力的自信我从来不缺 顾宇童进去后 声嘶力竭地来了一场高潮表演 她有些用力过猛 尴尬的演技 我都替她用脚趾抠出三十一厅 评委中几个收了顾胜为好处的尴尬咧嘴 笑着尽力找步 昧着良心打了个九十分 哇 宇童你真是把本里的人物演活了 几个马屁精又去吹捧顾宇童 她轻轻仰起下巴 自以为是的从台上走下来 该你了 不过注定第一是我 看见没 九十分 这大女主的位置是我的了 她骄傲又张狂 我真有点忍不住抽她大嘴巴的冲动 冷冷眯了她一眼 直接上台 主持人大喊接下来有请顾沐的表演 我落落大方上去 拿过麦克风 声音高亢的澄清 我不是顾沐 请大家记住 我姓苏 叫苏沐 所有人没注意 主看台上的男人 眼睛为我一亮 在一片唏嘘声中 我不以为意地开始表演 跟顾宇童同样的高潮选段表演 我将人物内心深处的痛苦 无奈 哀伤尽数展现 最后一支胡选舞做了结 去光灯打下我 我微微轻喘 屋子里出奇地安静 没有想象中的洪流掌声 也没有批判之音 屋外准备嘲笑我的人 哑口无言 满脸惊喜的震惊之色 太美了 这段她把女主人的感情 交织融合得这么自然 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点子呢 大家惊喜地毫不吝啬地赞美着我 最后这壶玄武简直是锦上添花 神了神了 顾宇童也被我们表演震惊 平时尖酸的嘴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只有眼底的怨度 大家对我的态度简直是720度大反转 成群结队地讨论我的演技 苏木他担得起中戏第一 与此同时 屋内爆发了虎啸般的掌声 大多数导演编剧抑制不住喜悦 在他们看来 就像吃烦了康燕菜时 突然来了顿红烧肉一样 大快朵頤的爽力 就在最终的投票环节 仍然有四位评审投了反对票 这毋庸置疑便是顾宇童的自信来源了 除了那点实力 他爸爸应该没少费钱费力 给他买通人脉 没了这四个人的赞成 我就不能顺利过关 不行 我觉得不妥 他们开始故意找茬 我有些委屈 正边 不知你对家妹的演技哪里觉得不妥 一直坐在旁边沉默不语的男人 忽然清了清嗓子 眼神一眯盯着他 神 什么 他是大哥 俊脸跟照片逐渐重合 我喜出望外 原来老爸说的惊喜在这里 大哥一定是从我进来就认出我了 他的话一出 全场哗然 苏导 苏导您的妹妹竟有如此好的演技 真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了 七位评委 不等苏业再说 什么 不约而同地投了赞成票 整个娱乐圈人尽皆知的准则 得罪权贵 也不要得罪苏业 除非你不想在这个圈子混了 在绝对的地位面前 谁会为了几百万的金钱动容呢 由此可见 大哥在娱乐圈的地位 大家不觉得 我妹妹是个可塑之才吗 大哥起身走过来 揉了揉我的头 眼中头来了喜爱 大哥双眼似乎有暗流涌动 真人比电视上好看 流光一彩 震惊了周围的评审 大哥 我甜甜地叫了一句评审们的瞠目结舌 一向冷漠娱乐圈 天不怕地不怕的苏业 竟然是个媚控 今天我家小妹的演技激发了我的兴趣 我打算亲自操刀为我妹妹拍个电影 大家完全实话 苏业一拍 必是震惊国际的精品啊 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收到了大哥助理拿来的剧本 大小姐 这是苏导给您的剧本 您看看 不喜欢 他会亲自为您改到满意为止 没想到哥哥这么高调 竟被他霸道的宠爱戳到了 我微微窃喜 在其他人的羡慕和讨论中 接下了剧本 按照规矩 明天进组 今天晚上会有一个聚会 参演人员和导演编剧也会出席 我身穿白色礼裙 挽着大哥的手入场 不少导演兼顾我和苏业的关系 来找我小卓 顾目他也配合苏业一起出席 说什么姓苏 搞笑 还不是为了掩盖他被包养的真相 咱们圈里见怪不怪了 他开始到处散播谣言陪晚老的陪小的 他现在离开我们顾家 就靠卖身换资源呢 大家隐隐揣测 但也不像最开始那么排斥我了 主要是不敢 我现在身边站着的这位导演太牛了 顾宇童气急败坏得狠狠跺脚 你们就是没骨气 总之 他能拍大女主剧我也能 我还多投资三个亿 就不幸压不死他 趁大哥去交际 顾宇童姗姗来找我 将早就准备好的话术逐一抨击我 我完全不生气 反击回对 你还是想想能不能掩得了女主吧 毕竟你把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你可得珍惜点花 看到顾宇童高高在上的样子 我竟懒得与其较量 我原以为顾家就算富豪之家了 可如今成为首富之女 我还会在乎她这种蹦蹦打打的小跳蚤 我的家族实力对她来说是遥不可及 顾宇童欲言又止 意外地离开了 到一无人处 顾宇童给一神秘人打了电话 按照原计划进行 大哥还被几个女明星和大导演围困 看着大哥无奈的眼神 我表示理解 酒喝多了吧 去后花园散散酒气也好 威风轻浮 让酒气在空气中膨胀发酵 暗黑出突然一个健壮的男人一把搂住我的口鼻 一瞬间我就晕了过去 等我再醒来时周围一片漆黑 我试图挣扎开枷锁 可每一次用力绳子就再紧几分 小美人 你放心 没有人会找到你的 那人举着枪 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我 放开我 我有点慌了 大脑迅速旋转 锁定唯一可能性就是顾羽童对我下手 今夜你就好好取悦我和弟兄们吧 男人的大黄牙慢慢朝我逼近 生理性的恶心和恐惧让我浑身发抖 就在男人要解开我的衣服时 一个小弟慌张跑进来报告 大哥 苏银他 他来了 话还没说完 下一秒 弓弩射穿小弟的大腿 他跪在地上嚎啕喊疼 我此刻少了几分害怕 只觉得痛快 我处处避让苏银 早就离开他的地盘 怎么还能动手 你们这群该死的 谁惹到这阎王爷了 他不知道 惹到这阎王爷的人正是他 就在男人迷惑时 一个身材高挑 气势汹涌的人逆光出现 手中拿着一把微型弓弩 单边作战 遮不住深邃眼眸里的狠力 张虎 谁给你的狗胆子 让你在小爷地盘撒野的 金融界有一传说 总裁苏银是个混黑白两道的 惹了他的人 轻则再也来不了一事 重则出不了一事 这个叫张虎的头目 吓得浑身发抖 他本想要干完最后一票 拿钱逃国外避难 没想到 这也能招惹上这位温神 此刻想死的心都有了 面对苏银 他是完全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苏银 这里是北郊 您地盘在市中心啊 张虎就差哭着嚎了 苏银上前一脚踹翻张虎 哪里是我地盘 不是我说的算 张虎自认倒霉行 都是小弟错了 这女人给我带走 等我拿了钱 自会回来请罪 他话没等说完 直接被踢飞 想带走我妹妹 你当我是死人吗 乖宝 不怕 我是二哥 二哥苏银一把搂住我 安慰着 像是在抚平我的恐惧 又像试图弥补我们分离多年的光阴 山水有相逢 二哥冒着危险来救我 而此时 张虎瞪大眼睛 看着被二哥抱在怀里的我 身体像筛糠一样 不住地颤抖 他怎么都没想到 只是简单接个任务 居然摸到了老虎屁股 这不是寿星宫上吊 嫌命太长了吗 张虎被二哥带来的警察拖走 期间他不停祈求 大小姐 我真知错了 我要知道您是苏哥的妹子 借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碰你一个手指头啊 我看着被拖远的张虎拧眉 二哥 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有人要针对我 二哥揉了揉我的小脑袋瓜 你放心 三天之内 我必给你一个交代 否则老爸能打断我的腿 我哭笑不得 从来没感受过这样被人护着的感觉 心里据甜无比 这时 大哥冲了进来 当看见满身狼狈的我 直接冲过来 把我抱在怀中 上下左右打量 小妹 没事吧 都怪我没看好你 他满脸的自责 我看见他嘴角一块红印子 没事 刚刚自己给了自己几巴掌 天知道 如果小妹真出了问题 老爸会不会给他拆了 忍俊不禁 我还是笑了出来 哥哥 有你们真好 二哥争抢 有我最好 大哥不服 我才最好 看着自己两个哥哥的闹剧 没来由的幸福感 贯彻全身 回家后 我拿起手机 回了几个重要消息 是三哥苏晨远在爱尔兰的急切问候 我看见大哥发的照片有擦伤 你放心 四哥很快就回家 等着三哥 他的头像在闪动 我随便百度一搜就看见 国际知名天才医生苏晨 可嗨嗨 我吓得猛喝一口水 对于这位百年难出一味的爵士医学天才 我也是有所耳闻的 据传闻 找他出诊的达官显贵不尽其数 上一诊费都很难请动 而自己一个小小的擦伤 好奇趋势 我查了二哥的消息 外界媒体说 二哥是商业圈的冷面战神 从不将感情外泄 可我刚经历了二哥仅是有力的怀抱和晚安祝福 商业大佬苏银竟然会把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展现给我 雌雄莫变的影帝苏叶竟然会吃醋哭鼻子 我开心地将被子盖过头顶 酝酿睡意 此刻的安心代替惊恐 让我安然入睡 按照大哥和二哥的特别指示 我被安排在床上躺尸直到脚踝消肿 大哥为我量身定制的电影《延期进行》 原因是作为女主的我有伤 而全剧组人员收到了工资翻倍且不用上班的补偿 大哥的这一安排 让我还未进组就受到了一致好评和尊重 花重金买来女二号角色的顾宇童只能哑巴吃黄莲 终于在躺尸第三天下午 我看着微微消肿的脚踝 亮亮呛呛地进入剧组 大哥连忙抛下剧本 跑过来抱我 众目睽睽之下 我心生害羞 再次感叹这个魅控的强大 错开了大哥的怀抱 他一瞬间被失落浇湿了头颅 一颗大白兔奶糖塞进苏叶嘴里 我假装无事去和编剧聊剧本 大哥狠狠嚼了两口奶糖 就被助理劝去看摄像机 顾宇童在暗处注意到 我和大哥的一举一动心生极度 几天之后 我发现他在人群里混得游刃有余 甚至搭上了大哥副手 送编剧 他自信心顿时爆棚 都赶来跟我抢砖用化妆间了 这天 我一进门看见他 就犯恶心 则 这棚里怎么一股绿茶味 顾宇童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绿茶味香水啊 顾宇童身体离开宋边 瞪大了眼睛 因愤怒而瞳孔放大 你倒是离开顾家 嘴巴伶牙利齿了不少啊 顾宇童头顶几根头发 竖起来不少 怕是被我生生气出来的 我宁愿去缅北掏心掏肺 都不想承认我姓过顾 看着顾宇童的嚣张跋扈 又想到他至今不相信 也不承认我姓苏的身份 真是对他缺失的脑干 表示同情啊 秉持着不与小人论长短的原则 我转身离开 顾宇童迷之自信地以为 我是在害怕他要逃跑 苏木 哈哈哈哈 你这是承认你被包养了 我惊诧地转过身 他放肆地宣扬 恨不得让全剧组的人都听到 身边的宋编被美色上了头 却立刻警觉到顾宇童没把门的嘴 这凶大无脑的小妮子不知道其中关系还乱造谣 为了保住自己编剧的身份 送边去捂顾宇童的嘴 奈何顾宇童仿佛吃了炫脉 根本停不下来 怎么 捉到你痛脚了 给某苏姓老总做义女了 还勾搭着苏 顾宇童一句话还没说完 清脆的耳光引起不小的骚动 我不会让任何人羞辱我自己 更不会让他们侮辱我最真实的爸爸和哥哥们 这是底线 是逆临 我揉了揉手腕 瞪着他警告 这是你嘴上没把门的教训 宋编赶紧出来打圆场 哥哥的助力过来揉我的手 吃瓜群众拿出手机录视频 都准备卖给营销号挣分外快 我不惹事 自然也不怕事 苏木你疯了 你竟敢打我 顾宇童夹杂着不敢置信冲上来要抓破我的脸 我已经准备好了反击 看着他疯疯癫癫的模样 真的搞笑 顾宇童却被向定时炸弹随时要爆炸的大哥单手拦住 你是觉得我苏叶死了 这足理伦得到你猖狂 大哥的脸上浮现从未有过的怒气 这娱乐圈是要变了天了 敢打我苏叶的人 顾宇童简直被苏叶吓呆了 看着实话的顾宇童 大哥冷笑 一个平平无奇的废物 你真以为买来的女儿我不敢给你拿下去 听着苏叶明示的威胁 受了顾家会的大大小小人物站出来打圆场 纷纷劝苏叶不要动怒 大哥 就留着他吧 我想他应该更喜欢被我打压的爽感 痴笑一声 我拉着大哥去休息室 大哥心疼地揉着 我因太使劲打顾宇童而发红的手 回去爸爸和那三个弟弟 又该埋怨我没保护好你了 大哥愤怒变委屈得嘟囔 我心想 原来影帝还有双标人设呢 经过大哥的一顿整肃 剧组分外和谐 尤其是顾宇童 被顾母警告 不要再惹事了 毕竟花天价把顾宇童塞进苏叶剧组 实属不易 可是一向骄傲自满的顾宇童 怎么可能忍气吞声 这是一场吊威亚的戏 需要我和顾宇童对打 顾宇童前十天就和威亚师傅打好关系 无他 以威亚绑太紧 会让他喘不过气为由 让威亚松了些 也好顺势造成 我有意让顾宇童 吊下威亚的假象 我们两个吊着威亚 顾宇童深吸一口气将前途作为赌注 就在我拿着长剑刺向顾宇童时 一个擦肩而过的瞬间 顾宇童飞速掉落 在场所有员工都大吃一惊 我也不敢相信 他竟敢拿命报复我 好在威亚师傅就场经验丰富 调整设备抓住了顾宇童 人倒是没什么大碍 不过唯一能拿得出手的脸 被急速下降的绳子连同钢丝刮花了 顾宇童算天算地 实行着天衣无缝的计划 我的脸 我的脸哪啊呀 顾宇童生死力竭地捂着鲜血直流的脸 苏木你好狠的心啊 顾宇童忍着剧痛 说完最后一句台词 闻着血腥味晕倒在地 现场并没有顾宇童想象中的一片慌乱 甚至连他买通的记者也没能进来 该怎么办 他眼珠子鸡里咕噜地转 在思虑接下来该怎么办 下一秒 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他身后 踢了踢他 再不起来 你的脸可就真废了 全场到抽气声 此起彼伏 原以为苏叶就已经俊美的人神共愤 可真正看见这个身着白大褂的帅哥 才知道帅到惨绝人寰 如同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爵士美男 到底有多迷人 是三哥 他回来了 顾宇童原计划是让大哥名声败坏 让我在夜内落个泼辣跋扈的名声 没想到三哥的出现让他不得不妥协 结果 三哥就给他扔到急诊室 压根没搭理他 反而出来看着我的脚 疼吗 他满眼心疼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三哥 他干净地让人不敢靠近 三哥不善言辞 却待我细致入微 一个有解体的人 生生给我揉了十几分钟的脚踝 三哥的实力自然不会让人失望 顾宇童的手术顺利进行 让他计划落空 我拉着三哥 准备去吃点甜品犒劳他 一群记者就我打顾宇童事件 和顾宇童的造谣 把我围得团团转 不愧是狗仔队 剑缝插针 这都防不住 三哥和助手 尽力把我和突如其来的八卦记者隔开 没料到我神经一抽 回答了一个作者的问题 请问苏木小姐 你和知名大导演苏叶 是如坊间传闻的那种关系吗 为什么医学天才苏晨会为了你千里迢迢回到室呢 众所周知 苏晨最新医学 没人能请回来他 你又为什么能让他无偿做手术呢 我觉得八卦记者手中的麦克风要塞进我的嘴里了 我挣扎着拿起一个麦 就这个问题 我统一回复一下 全场不约而同的安静 期待着我的回答 于是我面不改色地胡说八道 正如群众所想 我已经和苏叶合法领证了 国际第二大公司总裁苏银 是我二老婆 医学界天才传说及人物苏晨 是我包养的撒 皇室御用珠宝 设设计师苏默是我的心宠呀 空荡荡的道路回荡着我恶魔一样的声音 只有记者头上无形的乌鸦们无语地飞过 尽管是从事多年的记者也挡不住我的胡言乱语 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三哥棱在原地 被一个三噶住 全场开始焦土化 我调皮地眨眨眼 然后穿过人群飞速离开 我无所谓担心 反正有极度宠爱我的爸爸和四个超能力哥哥摆屏 看到记者们吃瘪的样子就很好笑 为了爆料 记者们提前包下了影视大屏实况播放 却没想到繁华地段的大屏幕上 拨着我的胡言乱语 三哥宠溺又无奈地一笑 追着我跑 二哥站在偌大的落地窗前 小琴一口红酒 拿起酒杯对着窗外屏幕上的我一碰 大哥捂着心脚痛 连夜安排人撤热搜 摆平一切 远在国外的四哥和爸爸不约而同地打了喷嚏 大哥为我量身定做的电影如约而至 无论顾宇童买了多少通黑我的营销号 但是大众对我的好评是意料之外的高 星途璀璨 指日可待 小木姐 你生日晚宴的礼服已经被订走了 助手小李跑过来 哭哭啼啼地说 我吃笑 完全不以为意 没事 问题不大 我来解决 小李将信将疑 毕竟晚礼服可是女明星的脸面 晚宴上金碧辉煌 灯火璀灿 无一步彰显着豪华 也体现了家人对我的重视 爸爸和四个哥哥都有事要忙 据说不会来 娱乐圈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悉数到达 令我惊讶的还有商业圈里的达官显贵纷纷到场 主持人将气氛活跃到最高点 事情发展的走向暗顾宇童所想的一样 接下来 该她穿着我预定的高定礼服走过红毯 在众人的注视下抱我黑料 让我名声一败涂地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未来的国际影后苏穆小姐登场 轻巧的音乐富有节奏感 就像我的心情一样如释重负 也该和过去告别了 顾宇童提着裙子 高昂着头颅准备上台 啊 一声惨叫 让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顾宇童慌乱地脱下十厘米高的鞋扔在一边 几颗带着血珠的锚钉散在地上 我只是在人群中冷漠地看着 被锚钉刺破的人本应该是我 躺在地上狼狈不堪的人本应该是我 做这一切的人是曾经信任的助手小礼 背后指点的人是顾宇童 红唇一笑 生死难料 一口喝掉红酒 香满碎钻的蕾丝裙边 刮擦过顾宇童的脚踝 我身着国际天才设计师C的亲手定制晚礼服附身 出现在顾宇童面前 小小晚礼服算什么 我四哥可是国际天才设计师还会插件衣服吗 他震惊的瞳孔里盛满了恐惧 我一脚踩在了他的手上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苏木你疯了 顾宇童花容失色 不可置信 阵阵疼痛难忍 人群一阵骚动 顾宇童的爸爸顾华气愤地向我走来 小木他再怎么说也是你妹妹 何必咄咄逼人 再说了 我们也养了你这么久 现在你是能力比你妹妹强一些 可你也不能过河拆桥 谢莫杀驴呀 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做父亲的 顾华在金融圈略有地位 他一出面 大家对我的言辞有了偏转 白眼狼 不懂得知恩图报是关键词 我正欲发作 放肆 方才还骚乱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 人群不约而同向两边散开 就像鱼群避让路过的鲨鱼 苏霸从中走出轻轻拍了拍顾华的肩膀 周身气压骤降 小顾你怨言倒是挺多的 苏木竟然是苏晋雄的亲生女儿 顾华惹谁不好啊 偏偏偏敢招惹苏晋雄 这两种声音充斥着全场 顾华颤抖着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嘴唇苍白 要知道 眼前这位可是首富大人 苏霸走到我身边 牵起我的手 向众人昭告 这是我苏晋雄唯一的爱女 这表明从此我星途平不清云 身价倍增 任凭谁都要尽我三分 爸爸 爸爸 你看他把我手踩得好疼 顾羽童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可能不清楚顾家与苏家实力的悬殊差距 相当于蚂蚁和大象 顾华恨不得为了家族利益 现在立刻逃走 不承认有过顾羽童这个傻女儿 苏总 小牧 不 我是说苏大小姐 她应该和羽童好好相处 有那么一瞬间 顾华只想抛弃面子 给苏晋雄下跪 突然二哥迈着修长的大腿赶到 漫不经心地将一答文件 扔在了顾华胸口 就像迟来的正义敲醒了装睡的犯人 这里是二哥悉数搜集到的顾华的罪行 挪用慈善基金买房产 为致富强制收购地皮 导致农民家破人亡 顾华 你的种种罪证让你死不足惜 二哥犹如撒旦般鬼魅的笑容 三分钟之前 你已经被董事会罢免了 现在顾氏集团被我苏家收购了 话音刚落 警方破门而入 显示了搜查令和逮捕令 顾华在生死历劫中被警方押走 顾家已经提前被苏家收购 企业股票都收 得到的钱全部以我的名义捐给穷人 二哥说 这是送我的礼物 苏木你凭什么要夺走属于我的一切 你天生就喜欢跟我作对是不是 你害了我的脸 你要对我负责一辈子 顾宇童呆滞地看着爸爸被抓走 沉默了两久 然后疯狗一样抓住我的肩膀 指了指自己完好无损的脸 当时是你勾结威亚师傅让我掉下去的 你就该负责 顾宇童痘大的眼泪夺旷而出 现在她失去了金钱的依仗 她死命地想抓住我这棵摇钱树 丫头 别血口喷人 大哥拿着优盘 这里是那天顾宇童掉下威亚时 被高清摄像头拍下的证据和监控 她的所作所为都被记录在内 普通一声 顾宇童跪倒在地 还有呢 买凶商人 二哥停在顾宇童面前 手机里播放着张虎哀求的声音 主动承认了是顾宇童花重金买凶商人 这一行为告知于众 大家急惊叹 我是苏家最得宠的女儿 又指责和唾骂顾华与顾宇童的斑斑劣迹 顾宇童倒吸一口凉气 本想冲过来跟我拼命 直接被赶回来的四哥一脚踹飞 小妹你怎么样 三哥和四哥站在我面前一口同声地问 四哥过来捏了捏我的鼻子 从此以后 无人敢欺负你 因为你的爸爸是首富 你还有四个优秀的哥哥 而你是最幸福的公主 我站在中间 以爸爸为首 哥哥们分散站在我的两边 就像铜墙铁壁般保护我一世安乐无忧 反观顾宇童 父亲锒铛入狱 公司被收 从千金变成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疯子 穿着那最后一件高定礼服 永远不肯脱下最后的骄傲 此事之后 我更加投入于剧本的研究和磨练演技中去 大哥携一众知名导演联合为我打造了剧本 也因为这个剧本 我一战成名 成为国民口碑响当当的实力型女演员 粉丝迷媚络绎不绝 属于货真价实的女顶流 在粉丝见面会的那天 我如同璀璨的明星照耀黑夜 在粉丝的簇拥中 我注意到一个人 衣着破烂 神情癫狂 苏木 我驻足不动 顾宇童傻呆呆地笑着 然后吐出一口血 倒在地上 往事化作沉鱼土 同一个月